部分的程式在这边 那最后我是有加上注解啦 一二三四 那这个注解不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如果以初学者来看 我是觉得你会把它加一下 因为你比较知道到底 程式底下在做什么 OK 那你以后会比较清楚 那接下来的话呢 可能需要来看一些 就是说防呆机制 所谓的防呆机制就是说 如果我们底下 那我想到了至少会有三种情况 如果你没有预防 它一定会出错 而且程式会就是会跳出什么 程式发生错误的那个讯息 第一个什么呢 如果呢文字方块里面 任何其中一个没有输入的话 就可能会发生错 第二个的话呢输入非数字 比如说呢 明明应该输入那个成绩吧 比如输入85分 他就给你打85分 他不是打阿拉伯数字 他是打国字的85 那怎么办 那一定会出错 不过呢 当然如果你更贴心一点 你应该自动把85 转成阿拉伯的85 不过这背后的程式太复杂了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跟他讲说 请你打阿拉伯数字 就比较简单嘛 所以有的时候你遇到问题啊 怎么去想怎么去解决啦 那有的人就想说我应该用程式去解决 不用嘛那麻烦 你就跟他讲说你打阿拉伯数字不就好了吗 那你就不用去想后面怎么写了 不过有些很老实的工程师就是会去想 怎么把国字转成阿拉伯数字 可不可以可以啊 写不写得出来 写得出来啊 但是你永远写不完 如果你这么老实的话 真的你永远不用下班 每天因为这个问题发生 你帮他解决了 我跟你讲后面还有更多的 更多更多的 对不对 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永远没有办法用程式的手段 去解决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所以这种也是一种职场上面 你应该怎么去面对客户吧 OK 所以有的时候倒不如就是 你将他输入数字就好了 OK这样就简单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输入0到100之间 所以呢 我们如果这三个问题都可以解决 那这个系统基本上就不会发生问题了 那就是一个稳定的系统 OK 那如果说呢 还有问题反正你就再加 所以要测试OK就上线 那这样跑 这个系统呢 慢慢的就很成熟了 那怎么做我们首先第一个防呆 还有所以再来 我们执行 那刚刚这个如果rown没有问题的话 AABBCC再来就DDD 反正就这样了 输入上去 但是有其中可能性就是 我什么都没输入 我就直接按新增 那一定挂掉 对试一下 形态不符 有没有 增错 不过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不用担心 你就按增错 那你就看一下哪里错 这边一定会带跟你讲说 因为你这里面空的 空的加空的 因为空的他要帮你转 转不过去啦 所以你一定要给他东西 他才有办法帮你C CIND就转成处置嘛 所以怎么办呢 特别重要先提一下 那我们怎么防止 再按新增一下 特别重要在这边点两下 首先的话 防呆应该写在哪里呢 就是写在当他 还没做这四件事情之前 我就应该防止 防什么了 如果 所以一副 那我们的写法就是 我们先防止他没有输入资料 所以一副什么呢 一副 如果什么呢 假如 那个这个东西 这个Test Box 1 像我就复制过来 没有东西的话就等于空的 这样子 如果 或者是 偶而 当然我两种写法 你可以分别判断 就是 一判断一次 二判断一次 三判断一次 或者是全部一起判 那全部一起判断比较简单 就是 如果 这个 一 或者是二 或者 或者 这个 或者三 或者 所以我在或者 我习惯这样 就是复制过来改 应该可以看懂的那意思 不是说你慢慢习惯之后 然后呢 and if 先把 逻辑先打一下 如果这三个其中有一个发 四个其中有一个是没有填资料的话 那我们就怎么做呢 当然方法很多就是 先跳一个MeshBus 就跳一个讯息方块 然后跟他讲说 怎么样呢 这里面的话 就一个刮壶然后 请输入资料或什么的 但特别注意哦 他跳出来之后 他还是会继续往下跑 所以呢 你应该在下面一行做什么 就让他直接从这边 跳到MeshBus 那有一个叙述叫什么 跳离的话就是 is this 跳离这个SHAB就 is this SUB 这样就OK了 所以特别说 这个写法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写这一行的话 那他一直往下走 那就怎么办 还是错啊 OK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 我们来执行 这个叫防呆1 如果1234 其中一个没输入的话 会跳这个 好执行一下哦 按确定 请输入资料 没事 有没有 请输入资料 那所以这边的话 DDD Enter 当然了 而且要每个哦 如果最后一个没填呢 请输入资料 有没有 就是 至少第一个 好 没有问题 那一定要输入 不过呢 这种写法有个缺点 就是呢 我不知道哪一个没有输入 所以哦 如果你要 比较贴心的写法的话 你应该什么 就是 个别判断 这个是全部一起判断 那个别判断怎么判断 就是你不能用偶尔 你要这个一个 Testboxe判断一次 然后呢 跟他讲说 哎 请 请输入什么 请输入姓名 对哦 不过这种写法的话 有点麻烦 就是你要 便要判断四次 然后 更贴心的就是什么 你跟他讲说 帮我把游标呢 再放在那个 SET FOCUS 这个的话你可以多一个什么 游标放在哪一个 这个 有没有 意思是说姓名没有 没有 那就可以游标放上去 有没有 OK 然后姓名OK之后的话 你下面那个呢 再复制这个 这个就变成第二个 这边变二 然后请输入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叫什么 答案考核 所以应该知道意思啦 所以这个可能改一下 答案考核 好那一时内推 这个二 然后再来就是三 三的话就是 操作考核 OK 这个就面四的东西 这个 好三 那再来的话就是四 所以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个别判断 这边就四 这边就四 OK 那这种写法就是个别判断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执行它 如果说我今天 新增 它一定会先输入姓名 所以姓名 滴滴滴 然后按新增 哎 再来就答案考 哎呦 放在这边 非常贴心 这种感觉会比较OK啦 只是说这个 哎有没有 他又放这边 又放这边 好 这上面我名称没改来 因为我刚刚是复制贴的 这样子的话呢 新增 才OK 哎有没有 保证一定要输入 所以两种方法 一个是全部一次的 一个是个别的 好 所以第一个防呆 就是一定要输入资料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哎 二到四文字方块 没有输入数字资料的话 怎么做 待会还有零到一百 后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记得 那个防呆要写在哪里呢 写在 我们刚刚输入资料的上面 SUB第一行的下面 也就是说 你要先 防呆之后 才能够 让他往下走 如果说有错的话 记得就是关键那一行 叫Alessub 让他什么 跳离这个 程序 副程式 谢谢大家